它可以给小手机充电,也可以给电动汽车提供动力 它是飞速扩展的电网存储核心 使来自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站的电流更为平稳 它还因此赢得了2019年的诺贝尔奖 不用说你们也猜到了,它就是锂电池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 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新鲜趣事的频道 我是摩西 锂离子电池其实也有很大的缺点 第一,金属锂本身就很稀缺 第二,性能最好的锂电池 它的正极上的氧化层里面要掺入金属骨和镍 这些稀有金属的开采并不容易 比如说骨矿石的开采非常难,大部分来自钢果 而另外一种锂电池的正极是不需要骨和镍的 这种锂电池被称为磷酸铁锂电池,LFP 但其储能密度要远逊于前者 因此,一些公司在研发锂电池的替代方案 那就是用钠取代锂制作电池 首先呢,本身就很丰富 海水中的盐还有丰富的 同时,化学家发现 采用钠而非锂的层状氧化物正极可以不需要骨或镍来提升性能 因此,大规模生产那离子电池的想法正在获得重视 工程师正在对设计进行调整 尤其是在中国,相关工厂正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理在电化学领域的龙头老大的地位正受到挑战 理合呢,同属于碱金属族在元素周期表的第一列仅次于氢 众所周知,碱金属非常活泼 像水中扔一些会产生强烈的反应 还有些会导致爆炸 这是因为围绕碱金属原子核的最外层仅有一个电子 这些架电子很容易脱离 形成可以和负离子结合的正离子 就像氢氧化锂和氯化钠这样的化合物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食言 如果电子借着电池里面的化学势能 通过导线流出电池 而氧离子通过电池中的电解质向另一方向运动 这就形成电池的放电 而将上述过程反过来 当电子通过导线流入电池 并为电池带来储能 也就是对电池进行充电 这个原理对那电池和锂电池都适用 既然Nav的成本如此之低 一般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一开始不选择那而选择锂呢 答案在于那原子要比锂原子大且重 那还有11个质子 12个中子和额外的电子壳 与同等容量的锂电池相比 那电池将更大更重 对手机来说 体积小和重量轻至关重要 对汽车来说原则上也是如此 实际上却有一定的宽容度 当然 并非所有应用都需要重量轻和体积小 那电池可以用于电芒储能 加用储能和重型交通工具 如卡车和船舶 中国对那电池的兴趣部分 源自2021至2025年经济发展规划 其中的一个项目 就是探索各种电池化学机理 伦敦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公司 列出了36家中国公司 正在生产或研究那电池 这些公司大多守口卢瓶 Benchmark的研究人员 甚至无法确定 其中4家公司使用的 确切电池化学原理 而行业公认的领头羊 就是是福建的宁德时代 股份有限公司CATL CATL已经是全球最大的 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制造商 2021年 他宣布制造出全球首款 电动汽车纳离子电池 中国汽车制造商奇瑞 将在即将推出的 单品牌电动汽车 i-car上使用CATL的纳离子电池 以及一些锂离子电池 比亚迪是CATL的主要竞争对手 也是汽车制造商 其今年4月 在上海车展上发布的 旗舰车型海鸥 也即将安装纳离子电池 根据Benchmark的数据 这几家公司及另外22家公司 正在使用层状氧化物正极 这就涉及到骨和镍问题 经验表明 含有骨 镍离子的氧化物层 可以取得最佳的锂电池正极效果 骨 镍 以及锚 铁等都是所谓的过渡金属 拥有多个加电子 而锂和纳离子电荷始终为正一 骨离子可以形成正二或正三价 当电子到达层状氧化物正极时 会与过度金属离子发生反应 使其正电荷减一 形成净负电荷 然后带正电荷的减金属离子 进入晶体结构中平衡电荷 在那电池中 层状氧化物正极只需要猛合铁 这其中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 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的 Dominic Berzer猜测 可能与那原子较大的体积 和稍有不同的电子性质有关 使其可以适应更多种类的晶体 不管原因如何 实际结果是大大降低了材料成本 这种灵活性 还是那离子电池 更容易获得一些 锂电池难以实现的性质 例如更高的功率输出 Bentmark的研究分析师 Rory McNaughty表示 中国公司在国内已建成 在建或计划中的那电池工厂 约有34家 马来西亚有一家 相比之下 其他地区的知名电池制造商 目前并未表现出太大兴趣 即使没有五年计划 一些非中国初创公司 还是希望通过开发 层状氧化物的替代方案 来获取先机 改进技术或降低成本 这些入场的公司中 最引人注目的 要数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 圣克拉拉的 Metron Energy 它采用了普鲁士兰方法 普鲁士兰不仅便宜 还是常用染料 Metron希望它能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至少目前 那离子层状氧化物正极的耐久性 不如其锂离子 Metron声称 其电池可经历五万次冲放电循环 是商用锂离子电池的十至一百倍 该公司在密歇根州建立工厂 预计将于2023年晚些时候开始生产 其他非中国公司进展不大 但充满希望 瑞典的Eltris也在建设工厂 它使用普鲁士兰的变体普鲁士白 部分替换铁 法国的TierMet 使用韩凡的聚因离子设计 现印度Reliance旗下的英国公司Faradian 打算继续使用层状金属氧化物系统 未来如何发展 上代观察 McNaughty博士劝告 现阶段保持谨慎 电池技术需要逐步发展而成熟 这需要时间和耐心 Benchmark预测 2030年 那电池制造能力将达到约140几瓦时每年 不过该公司认为 实际产量可能只有一半多一点 相当于其对该年里电池产量预测的2% 尽管如此 那电池前景光明 对于电芒储能 它们似乎与磷酸铁锂电池势均力敌 但它们还将面临其他新方法 如繁流电池的竞争 它们在卡车和传播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 则可能是氢燃料电池 但后者是未经验证的技术 依赖尚未建成的氢燃料基础设施 归根结底 最关键因素是材料价格 如果我们能够勘探发现 更大更充足的锂 骨和涅矿石 并且保持较低的开采成本 那么研发那电池的动力 可能就会消失 但如果上述这些金属成本仍高昂 那么那电池的前景将一片光明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话题 请订阅本频道 给本视频点个赞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